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条是孔子生了重病 怎么知道孔子生了重病呢 因为这里边讲的是子疾病 你知道疾就是病 有疾又有病的时候 就证明这个病病得很重 这两个字都可以表示病 所以当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表示孔子病得很重 但是这肯定不是孔子 后来就这场病就病死了 不是的 因为子禄还活着 子禄是死在孔子前面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这个孔子 后来可能也老头了 六十来岁了 生了一场重病 孔子生病的时候 子禄请倒 这个倒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还经常用叫祈祷 但是祈和倒在古代不一样 倒往往强调的是 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生病了 他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叫祷告对不对 这个祷告是干什么呢 就是回顾你过往 然后请别人恕罪 说这个这个 我这一生怎么怎么着 希望你能够恕罪 饶了我的罪过 让我再怎么怎么样一点 然后知错了 这叫祷告 所以祷告 更多的偏向于 这个 这叫什么 叫做这个恕罪这种层面 或者叫 告罪这种层面 向神明告罪 这是祷告 这个导字 偏重于向神明告罪 这件事 所以子禄请倒 这就是说当年 流行一种 对有点像忏悔 对吧 人次的负 请你怎么怎么样 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当年是流行 说在人重病的时候 去忏悔 去祷告 子禄就想要替孔子 去忏悔祷告 说老师你这个病有点重 去忏悔祷告 孔子说有诸 孔子说有这种事吗 子禄说有啊 这个有诸就是 有这种事吗 这种事是什么事 就是祷告之后 就能够治病的这种事 或者说生重病之后 需要去祷告这种事 孔子说需要吗 有这种事吗 子禄说有啊 磊曰 说磊这个 这个文里面 就有讲啊 导耳于上下神棋 神是天上的神 棋是地上的神 说我去 对吧 黄天后徒 这个 恕我的罪过 对吧 就导耳于上下 这个耳就是你吗 就是你看这个文章里面 都有写啊 典籍里面都有说呀 子禄是个很直接的人 他误会了孔子的意思 孔子问有诸 并不是在问说 这事有依据吗 就是我生病了 需要去给我祷告 这事有依据吗 不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孔子的意思是 需要吗 我需要到了快不行的时候 才去忏悔吗 这事有用吗 他问了这么个问题 说有这么回事吗 还有这种事 结果子禄是一个直肠子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 子禄阅读理解做错了 对不对 子禄直觉说有这种事啊 你看这个文章里面 典籍里面有这么句话 所以子禄直接讲了这么个问题 然后孔子怎么回答呢 孔子说 秋之岛久矣 他说哦 那你不用去 我祷告了很久很久了 大家明白 最后这句话什么意思 表面的意思就是 子禄你不用去了 我祷告了很久了 这是表面的意思 你别干这事 没用 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临时抱佛教 你这人都快死了 你突然间跑去忏悔 说哎呀 我错了 当年怎么怎么着 他说我这一辈子 一直以来都在减刑自己的过错 如果照你这种说法 就是不断的 这个反思忏悔 自己哪里做错了 他说我每天都在干这事 我干了太久了 秋之岛久矣 所以这条也是很好玩的一条 孔子在重病的时候 子禄跑去说 替你忏悔一下 孔子说还有这种事 子禄说有啊 书上写着呀 对吧 然后孔子就说 那我忏悔的多了 我早就忏悔了 每天都在忏悔 你不用去了 对吧 所以其实孔子是 不相信鬼神这些东西 他更相信的是 自己怎么去尽可能的 把自己的事做好 他说你这个重病了之后 再跑去忏悔 没啥用 你还不如平时多忏悔 别让自己生病 你还不如平时多忏悔 我还不如平时多忏悔 我还不如平时多忏悔